大家好 歡迎來到Mathas Academy 我們的海洋系列 上一次我們就有Harry和Heidi來跟我們分享她的鬼網經驗 這次我們就有歐教練 歐教練就是潛水力險會的創辦人 她也是一個潛水教練 也是一個課程中監 她也有很多經驗是跟雙殘人士一起去潛水 甚至乎是帶她們去做一些brief check 珊瑚普查計劃 這次就請到她上來 就是想她分享一下她的綠色的倉耳的經驗 其實大家都知道ESG環境、社會和管子 其實在很多大公司現在都很流行 但是一個潛水會其實是一個很小的很專門的市場 雖然近年都是多人參加潛水活動 但是未去普及到好像跑步 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 因為潛水都要考牌 有很多事情都要注意的 但是歐教練其實最近過去一年 就拿了一個綠色機構的獎 其實我們這次就想聽她上來講一下 為什麼你一開始就有這個概念要走綠色機構呢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做潛水 都是一種很綠色的行業來的 因為我們會去過海洋潛水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環保 其實我們很切身的就會影響到我們的生意 因為如果一個學生 譬如你去參加潛水 那下去的珊瑚又死了 又沒有雨體 又很多垃圾 那可能你沒有意欲來學 和去參加那些活動 或者你學完之後就不會再繼續 我們就會沒有了生意 所以其實我們要很注重環保 因為等於我們要保住去玩這個地方 否則其實就直接會影響我們的生意 所以我們作為做潛水的持份者 我們都會很關注這件事 我之前也上過教練的船 看到有一個太陽能板 是的 不如你講一下 其實在你一般的活動作上 其實你做了一些綠色的建設在上面 其實都有多方面的 譬如你剛才提過 我們會在船上裝一些太陽能板 我們其實希望減少我們開發電機 當然你開發電機就不會影響到海洋 但是我們都看整體 因為如果你經常燒油 其實對空氣有影響 還有我們某程度上都會用多了油錢 其實都是幫一種公司省錢的 因為在營運上我們都希望有環保 又可以幫公司省錢 一舉兩得 另外我們譬如我們都很支持另外一些環保機構 譬如地球之有 給一些循環載造商給我們 我們都會擺在公司或者擺船 他們就會把那些膠樽 用完就可以擺放回去 那我們其實就收集了 希望可以送給一些回收箱 就是送給一些回收箱那裏 就讓它可以循環再用 還有因為如果有些回收箱 也是這樣教導那些市民或者朋友 去到海裡就不要亂丟垃圾 因為如果正如我剛才所說 如果一個海裡有很多垃圾 那特別在海底 那你作為一個潛水員 下去 哇 看到那麼多垃圾 那我想你都很沒人 是 現在就學會了 看到可以拿的就拿上岸 那除了回收 那我都知道你們有捐贈一些 可能舊的潛水的用具 是 出去的 那這個其實是 是怎樣做的 其實我們就鼓勵一些 不潛水的朋友 因為雖然 每年都很多人是學潛水 但是有些人可能玩玩一下 基於某一些理由 可能是他身體 或者是結婚生了兒子之後 他打算退出不玩了 那他們就覺得 扔了一些東西很浪費 那有時他們就會主動拿上來 就問我們會不會有用 那其實我們就收集了 那我們有時都會去 供應給一些殘疾人士的潛水組織 那因為我們在香港 都會支持一些殘疾人士的潛水組織 那他們如果不是在疫情 他們每個月都會在這裏附近的 一間國際學校 搞一些體驗潛水活動的 那我們的公司就 會贊助他們去 一些 disable的朋友 希望他們可以 接觸到潛水 那因為他們 有些甚至 從體驗潛水之後 玩到 覺得都很適合 那之後他們就會跟我們出海 那還有他們甚至 譬如如漁護處 有一個 每年有一個珊瑚普查 那他們那個殘疾人士 潛水機構 它全名就叫做 IAHD 國際雙建潛水協會 那他們就每年都會去 支持漁護處的珊瑚普查 還有他們也會派一些會員 一起去海底撿垃圾 那就是雙建共融 那你剛才提到 雙殘人士潛水 那譬如我們一個 4G健全的人 那會戴尾鏡 會有一個 我們叫regulator 幫我們呼吸 那有一件 坐浮衣 有一件浮量控制器 對,浮量控制器 那就可以充氣 那我們就可以控制自己 上水和下降 那還有穿著旁邊 那好像魚 那就可以看得很快 那我向前游 那譬如說雙建人士 那可能他們有不同程度的雙產 可能是肢體上 或者可能是一些龍啞 那其實 你譬如要訓練他們 要訓練他們 或者要帶他們去做一些潛水活動 甚至乎你說要做brief test 生活普查 那體驗和經驗又如何呢 那你會用什麼方法去教他們呢 其實他們就會給一般人 花長一點時間去進行這個潛水訓練的 那譬如我們普通人 大概就會用四天時間左右 那但是他們最初因為我們都不會這麼快 鼓勵他們直接去學一個證書課程 因為有時候他們接觸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適合 所以我們就很感謝這裡附近 那間西島國際中學 他們就每個月就贊助 每個月的最後一個星期日的早上 就免費借給國際相見潛水協會 因為他們那個國際學校的泳池有無障設施 又有很方便的那些殘疾人士 他們可以訂一些復康巴士 或者自己有些家人車過去 那他們就通常會先進行體驗潛水的 那他們真的試了覺得都有興趣 那我們就會一直幫他 但是我們又不會給他很大壓力 因為他們很多就未必說一定需要考牌 那我們就有教練帶著他 那他進行了之後 那我們其實就會因應他不同的殘疾的情況 去協助他 那譬如舉例有一些很輕微的 可能他小疑麻痺症 那其實他有些甚至是考上做教練的 或者他自己可以照顧自己的 那另外一些可能他是肢體殘障 譬如他坐輪椅 那其實最主要我們的義工 或者教練去怎樣幫他呢 就是幫他上下水的過程 因為剛才你都提過 我們都有一些潛水器材 譬如下去有一件叫浮量控制器 其實他就無重狀態 那只要他下了水 其實他就比陸地更加自在的 那譬如有些他是真的因為意外 或者天生沒有了下肢 那他們就可以用手去 或者用一些水 我們現在其實可以用一些器材 譬如用水底推進器去幫他 或者我們教練就會帶著他 那令到他可以進行潛水活動 那剛才譬如你說 試過有一些時障 或者聽障的朋友 那其實聽障 他基本上他們懂得手語 他學了 他落到水底 他們自己還溝通得好 因為他純粹是聽不到的 但是我們落到水底 其實講不到話 那我們都會用一些 好像手號這樣 所以我們 這個其實就是另外一些 譬如視像的朋友 那他看不到 那下去怎麼做呢 那我們就會有一些小工具 譬如教那些義工 怎樣跟他溝通 譬如摸他的手 哪個部分 做一些提示給他 就讓他知道 我們在下面做什麼 因為我們最大問題的 落到水底 我們講不到話 是的 那我們就所以可以用一些 這些這樣的方法 去跟他溝通 那有些朋友就說 那視像他看不到東西 其實他們很多就未必是 完全沒有視力的 可能他是看得比較不太清楚 那所以他們都下去 作為一種挑戰 就是很多殘陣人士 其實他是下去潛水 我們覺得是對他是一種 心理和生理的治療 心理就是他 好像你考了潛水 那可能你都很開心 那你想想一個 可能是坐輪椅 或者他有殘障的朋友 那如果他有機會 未必是考牌 他下到水 那他可能都覺得 嘩!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很興奮 那如果在生理那方面 譬如有些他要坐輪椅 那他可以下地 他覺得很不方便 但是下到水 他可以享受那種無重狀態 甚至是我們的會員 他們坐輪椅 譬如去沖繩 去菲律賓潛水 那他覺得一個很大的突破 我都可以 好像和普通人一樣 出到去旅行 甚至潛水 是的 剛才你說我們在水底 過不了 我們在學的時候 都經常都說 我們在水底過不了 所以上到水面最吵 那我班一定是潛水完 是的 是的 那剛才你有提過學校 是的 都知道你有訓練一些中學生 訓練中學生和訓練一個食人 會不會都需要多給一些心機 或者有沒有一些特別的教導要教他們 其實我們這幾年 其實多了很多青少年的朋友來參加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公司都開了二十多年 我們試過有些早期的學生 認識他的時候 他都沒有結婚的 那可能他來到潛水會 就認識了伴侶 結婚 那接著有段時間 就不見了他的 那原來可能他就生兒育女 那但是到他的小孩大了 他們就馬上就出現了 以前因為要照顧小孩 所以就沒有來潛水 那到那些小孩大了 又想玩回去 那就帶了他 那所以現在就多了很多青少年潛水 他們就希望一家人出去玩 那另外我們有些project 就support一些本地的基層中學 那因為他們都可能資源比較缺乏 那我們就和他們set了一些獎學金 那我們每年有 譬如有兩間中學 我們都有十幾個學額給他 那他們就挑選一些學生 就去 我們就叫做免費給他們學潛水 可能他就只需要給那個證書 和那個課本費 那虛了彩之後 那我們都接觸很多青少年 那發覺其實他們很多的領導力都很好 就是甚至其實有時候 比大人學得更加快 因為可能我們以前 小時候比較窮一些 未必個個有機會學到游泳 但是現在新一代 很多他們會很快接觸到游泳 那所以他們在那個基本功 那個游泳好的情況之下 他們其實來學潛水 就很得心應手的 那唯一就是可能他們的小孩子 要白艷一些 沒有那麼專心 坐不定這樣 那我們通常都會有些 譬如找一些有耐性的教練 去教這些青少年 那其實我們都是可以去參加 譬如一些生活普策 或者清潔活動 是啊沒錯 因為那些學校也是 他們支持的那些學生來學 其實不是主要去玩的 其實我們透過那個中學生 可能是學了潛水之後 其實是有點像通識那樣 因為其實潛水牽涉到有運動 它有一種運動 但是我們又沒有比賽 就是我們如果水費潛水 所以我們又不是下去鬥快 鬥心 其實他們主要就是 學怎樣安全去進行 進行了之後 那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譬如可以下去水底攝影 又可以下去 當作是一種生物的認識 譬如學一下一些魚類 珊瑚 那他們也都會去做一些義務的工作 譬如就是 你剛才講的珊瑚普查 或者去參加一些海底撿垃圾 那所以他學校覺得 透過潛水 對那個學生的成長都有幫助 還有也有些學校找我們做生涯規劃 因為現在有些年輕人可能 就是看到將來 可能我讀書又不是很厲害 那不是個個都做醫生律師 那究竟會不會有別的出路呢 那我們就會介紹 其實潛水都是一個很可愛的行業 因為牽涉到很多範疇 因為譬如好像我們公司那樣 又有零售 又有旅遊 又有訓練 又有船 那有些年輕人坐不定 他就覺得 這個潛水挺適合我 那所以我們也都有幫那些年輕人 譬如他一直考到做 dine master 或者潛水長 那甚至現在有些年輕人 就 我趁年輕人 那他們就走去澳洲 或者馬爾代夫做一些working holiday 拿一些經驗 所以我們覺得對他們來說 潛水就不是說 只是來玩 因為有些人有個誤解 就覺得潛水很高消費 很敗家 來到又沒什麼用 但是其實我們就透過很多東西 合起來給他 就去幫助那些年輕人 希望他選擇一條適合自己的出路 好啊 剛剛也聽到你說了很多環境 你有做 就是清潔 社會的你做到雙建公農 也都有教育那方面 管治的你都作為一個創辦人 即是你都提出了很多這些 initiative的旅行 然後也都實行了 是的 但是其實要實行 雖然可能你很想 但是你都要影響到你的員工 都要一起做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那在這一方面 其實你在公司那一方面 你們又怎樣去推動這一點 其實最初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們公司其實最初很小 但是我們隨著慢慢公司一路壯大 其實我們現在都是大概是20個員工 你想一下我們一間中小企 但是其實我們牽涉的範疇是很闊的 我剛才也有提過 我們又有賣東西 即是有零售 又有做訓練 又有做教育 接著又有我們拿了旅行社牌照 即是我們如果不是疫情 我們就要 我自己都要帶團 帶隊 帶它出去外面潛水 接著我們在本地又要養了幾隻船 去做一些本地的潛水旅遊 所以其實我們的行業都挺複雜的 即是挺跨行業 不是只是做一件事 做幾件事串埋 所以其實我們去推行這些CSR的項目 其實我們 其實坦白說如果純粹靠我們公司 就沒有可能做到那麼多事 所以我們其實就會去找一些教練 或者我們的客人 或者其他一些持份者去幫助 先講教練 因為潛水教練在香港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行業 因為香港沒有什麼遊客來潛水 好像我們公司都有很多教練 但是大部分都是freelance 就是他們本身有正職 可能是公務員 做生意 就是什麼行業都有 或者教書 很蠟雜的 因為他們本身是有興趣 我們就幫他考了做教練 但是他考了 就未必過 像我剛才說 我要working holiday 去別處轉行 有些可能他純粹 我很喜歡潛水 不過我又想認識多些東西 或者我又想教身邊的朋友 所以他就考了做潛水教練 考了之後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邀請他 在我們會那裏幫忙 其實他們很多 本身都是一些很聰明的人 或者做一份很好的職業 其實他們很多 不是靠教潛水來賺食 所以他們反而覺得 你教殘疾人士 我覺得很有意義 他們貼了錢 沒有錢賺 還要去幫忙 譬如我們搞去撿垃圾 說好 我們很有意思 變成我們一找他們去搞這些活動 他們很多時候都第一時間會舉手參加 而且他們又會教學生 憑著教練的影響力 他又會去叫他們學生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推這些活動 除了我們的員工之外 我們通常就先找那些教練 好了 又找了那些教練之後 我們譬如有不同的組織 譬如舉個例子 香港消防署都有潛水隊 他們有一幫消防員 平時原來就真的開工 就stand by 要潛水的時候去救人 那些 其實他們又有一隊義工隊 我們搞一些活動的時候 去邀請他們 他們又很樂意去參加 所以我們發覺只要我們肯有人做搞手 帶起頭 其實我們發覺原來社會上很多人都會很支持 就不只是靠我們公司 因為如果單單靠我們員工 坦白說我們都要維持我們的生意 不可能每天都去做義工 每天都去做一些CSR活動 但是只要我們安排得好 我們其實有時候就會 賺助一些硬件給他們 譬如我們船 或者泳池 或者我們的潛水器材 我們是可以運用到的 但是我們需要更多的man power 所以我們就透過不同的渠道 譬如剛才說找消防潛水隊 找其他的教練 找一些其他組織 甚至有一些大公司 譬如我們這個計劃 就幾年前找了九倉集團 叫做關懷海洋日 我們從2015年開始做起 這個就是一個結合環保 和籌款的活動 因為我們發覺有些小的NGO 原來他們在香港 不是說好像公益金 或者一些一講 東華參院一講 所有人都認識的 他們本身有一些默默耕耘 做很多慈善的工作 但是因為他們知名度不高 變成他們在籌款 或者做事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困難 我們那時候就想 除了我們可以贊助他們 去搞一些活動之外 我們有些什麼方法呢 那原來我們就可以跟他們 搞一些籌款活動 那九倉集團就很好 他就去捐錢支持這些機構 那我們給他們的回報 那他們最厲害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懂得教潛水 所以我們就送回潛水課程 給他們的員工 那你想一下 哇 你老闆說 送個潛水課程給你 那你都很開心 那他們就很多員工就來學 那他們學完又會來做一下義工 去支持那個活動 那我們覺得這個活動是 又幫到那個社區 那我們又可以用我們的技術去幫到人 那跟著 還有又可以扔到一些大機構去支持 那他們九倉又覺得很有意義 那他們連續支持了我們五年 但是很無奈 就是因為上年和今年因為疫情 所以我們就停辦了 如果不是他們都會繼續支持我們 是 好 那如果你們的辦公室 在你們的店鋪 有沒有做了一些 可能是辦公室的一些安排 是關於環保的 那些我們就一般跟很多現在機構正在做的一樣 那譬如我們會節能 譬如一些冷氣控制住的溫度 不要開得太大 或者譬如這些課室 我們不用的時候就會關掉燈 或者那些紙張我們就循環再用 就是盡量都會教導那些同事 或者那些幫忙的教練 我們都要以身作則 要環保 那還有我們譬如在店鋪 我們又會幫香港護沙會 售賣那些毛刺T恤 因為我們潛水另一件事 就鼓勵那些人不要吃魚刺 因為我們中國人有個很不好的習慣 就是我們吃魚刺 所以我們就希望我們透過教潛水 也都教育我們的學生 你將來結婚擺酒 或者有些什麼喜慶宴會 那你知道中式很流行有道菜就是吃刺的 那其實你想想一晚如果你擺幾十圍 那每圍都有道菜 那其實那裡就死了很多沙魚 所以我們就呼籲那些潛水員要帶頭 盡量在要影響身邊的人 因為我們上一輩 就是很多就 哎呀如果你不吃魚刺 就很失禮人 很寒酸 那其實這些是一些錯誤的觀念 那如果我們再不保育那些沙魚 其實以我自己的經驗 真的我去過很多地方就發覺 很多地方是那些沙魚被人捉得很厲害 那如果你繼續這樣捉下去 就是我再擔心再過多幾十年 或者一百年左右 就沙魚就變成像熊貓那些 變成了貧泥絕種動物 其實現在都很危險的 那因為很多 你想想中國我們有這麼大的市場 那如果我們不改變這個 這個不好的習慣 那其實對那些沙魚 就是一些很嚴重的威脅 那所以我們譬如在店鋪 在零售那邊 我們又會做一下這些 那還有我們又鼓勵那些人 用少一些膠袋 那譬如我們就自己會 印製一些環保袋 那這個環保袋 我們都精心設計過的 我們就會將中國通信那個圖案 將它改了一些環保的字句 那譬如有 我們小小宣傳就有我們的地址 那我們又將香港的海岸公園 放了下去 又將一些潛水適宜做 就是不適宜做 譬如就不要丟垃圾 不要破壞海洋這些字句 放了下去 那那些顧客又覺得 咦很有趣 很有趣 那他們就會補 就是不會說用完就扔掉它 那我們鼓勵他們 就不用膠袋 就用環保袋 那我們推出了又覺得很受歡迎 那甚至呢 就推廣到去做毛巾 就是用這個快乾毛巾 那我們一樣就是 就是把那個通信 就把它放大了 那些人就是覺得 很有意思 那其實我們都希望它用的時候 就把那個海洋環保訊息 就帶出去 那因為透過它用 那可能它有些不懂潛水的朋友 或者家人都看到 咦怎麼這麼有趣的呢 是什麼來的 那我們就是希望它 去影響它身邊的朋友 那這個是你們 我們原創的這個 你們員工一起去 不是不是這個就是 我們當年就有一個 freelance的教練 他很有心機 想了 我們就問他 喂 你想得多好 那些自居就是我想的 那另外那個設計 就是我們有個同事 以前做design的 所以就做了出來 還有我們會根據那個年份 就會做不同的版本 你看那個年份 就是每年都有新版本 差不多每加兩年都會有個新版本 但是我又覺得 那些客人又覺得很喜歡 還有我們有T恤 甚至他們會上來買 我們其實穿在身上 我們同樣都是希望 把那個海洋環保訊息帶出去 所以我們在店裡 除了一些基本的節能 那個減排之外 那我們又會 希望做多些 因為我們強項呢 我們是教人 因為我們本身教練 當然是教人厲害 那我們就希望透過我們 重用我們身邊的工具 譬如環保袋 毛巾 或者我們 今天我沒有帶來 我們有一本設計的 學生潛水源手冊 我們也是把一些環保的訊息 放在裡面 希望就是 讓他們經常都 記得 我們去潛水 就不要破壞那個海底 因為其實 很多人如果不潛水 他不知道 那個 譬如他丟垃圾對那個禍害 所以 但是如果像你這樣識潛水 你下去就會真的 真的會看到 那我們都希望 除了 希望多了人 來參與這個運動 我們也都希望 告訴身邊的 他的朋友 就算你不潛水 但是我們都要 保育那個海洋 因為如果他不潛水 基本上 他覺得好像不關他的事 因為我去到海邊 那看他的海沒什麼 但是如果你潛到下去 就像你們這樣識潛水 哎呀 原來那些珊瑚白化了 或者死了 或者原來就很多鬼網 很多垃圾 那大家都不會再想去潛水 還有就怕會影響整個海洋生態 是的 我都記得 因為 過往幾年 水底清潔 其實很流行 是的 那一陣子 每個禮拜都會有人 有潛水員都會去義務 來執垃圾 然後 到去年可能 因為COVID的問題 過了可能好幾個月了 然後很暫中 下去潛一次 發覺這個水裡 無人真是垃圾 真的多了很多垃圾 是的 因為試過 譬如有時候打風 就會沖了很多垃圾 去一些無人的攤 除了海底 一些在西貢偏面的海灘 我們都發覺很多 譬如可能是附近地區 可能是國內 或者有些人會有船火 放進去 因為它跟著水流海方向 會吹過去 其實漁護署 每年都會有搞海岸清潔 但是他們 主要就是呼籲市民 這是大家明白的 它不可能每個禮拜都搞 我們又覺得 有些客人的反應 有人搞一次 執完垃圾 好像做蘇 做完就補下文 其實垃圾一樣都不足 後來我們就想了 怎樣可以去平衡這件事 但是坦白說 如果每個禮拜邀請你去執留 你都有自己的生活 沒理由 我每個禮拜都會做員工 我都要陪在家人 或者自己要去 因為香港人界的又不太多 那怎樣可以又平衡到 去搞多一類型 這類型的海洋清潔聯盟 後來我們就把我們本身那個 我們叫Funday的活動 就像你那樣有牌 那你考完之後 你都想去潛 那我們其中有些潛水船 專門給一些好像你那樣有牌的朋友 他可以自己給錢來參加 那如果我們下下爭了他 那些義工 那又不可能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到一個 兩全其美的方法 就是如果你去參加Funday的時候 我們平時 我們因為都去潛水 你應該跟我們去很悠閒 那可能一天潛兩次 中間就會有一段時間 給你在船上可能吃東西 睡個午覺 或者聊聊天 那我們就把那個休息時間 邀請那些朋友 就說不如你不要休息那麼久 或者不要睡冷革 我們就不如把你送到海邊那裡 我們提供一些手套 垃圾袋 籃子去清一下 所以我們這個計劃 叫海岸清潔馬拉松 因為我們覺得就好像跑馬拉松 那樣 不是做一次的 我們很持久地去做的 但是它又不會影響我生意 因為坦白說 我又不可能每個星期都贊助那些機構去撿垃圾 那也沒有可能每個星期都叫你做義工 但是我們在維持到那個生意 又令到你又有得去玩之餘 那我們只是盡少少 就是抽少少時間去順便去撿垃圾 那我們吹出了那個效果都挺好的 是去年因為疫情中間有些時間就停頓了 其實我們發覺很多客人 譬如我們船上 裡面起碼會有一半人是有興趣去參加 那所以我們都會 如果遲些今年沒有了疫情 我們都會繼續去進行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這樣持久去做 那才真的會做到一些效果 還有也都順便等那些 它撿過之後它印象很深刻 哇原來那些碳真的很多垃圾 那都會引起它以後千萬不要放垃圾下去 因為想完其實都沒完沒了 教練都和我們分享了很多 在它營運上可以維持到營運又怎樣 可以做到環保社會的項目 對於譬如很多其它的中小型機構 其實可能它未必沒有心的 但是又可能還未走到這一步 那你對它們有什麼建議 其實我覺得是好像我們潛水 原本和這些CSR的活動是大難都扯不完的 就是很多人想你潛水應該是帶人去玩 但是我們發覺原來我們本身就是 根本我們組織活動的能力是強的 因為我們就是 其實只要我們組織一下 那原來又挺好的 又可以除了我們營運到我們的生意 但是我們又可以做到一些有教育性的事情 譬如對社區 對客人 或者對員工 對環境 其實剛剛就是環繞了ESG那三樣東西 因為ESG都是你想不要只顧著賺錢 你要關心一下社區 那我們發覺原來潛水就不 因為譬如以往那些呆化 可能就是我自己不是潛水來消費 自己下去開心 我有錢我就來潛水 但是原來它可以把快樂去分享給社區 或者去幫到環境 那變成它們覺得有另一重意義 就是它來玩之餘又會覺得 我其實今天多好 我又去玩 我又撿到垃圾 或者我又幫到社區 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其他機構 就可以想回它自己本身有什麼強項 因為我們最初開始的時候 都是想一下我最強是什麼呢 原來我最強就是搞這些活動 或者我有什麼資源呢 原來我就是有些船 或者有些器材 那原來只要你發揮到 原來其實都 雖然我們公司只有20個人 但是我們發覺其實影響力都可以很大 而且我們也很開心 比如我們可以找到其他很多政府部門 或者大機構 原來他們都支持我們 就不是只有我們單打獨鬥 甚至我們其實現在 和其他一些拿過CSR比賽獲獎的機構 我們組織了一個中小企可持續發展學會 因為參加了那些CSR比賽的公司 他們很多都很有心 那麼我們覺得大家對嘴型 那麼我們就找到他們一起 就不用單打獨鬥 那麼他們很多 譬如有些是做食品 有些是做傢俬 有些是做網站 有些是不同行業的 那麼我們發覺我們集合在一起 其實就好像滾雪球那樣的力量更加大 那麼我們都期望 希望將來我們大家都在有盈利的環境之下 因為其實很多人以為ESG 就是那些上市公司才做 做些什麼環保 或者做什麼就不關我們中小企事 但是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將來想做大理的公司 其實你就開始要做這些事情 就不是等到你上了市才做 那麼其實是應該你慢慢 還有你做這些 我覺得很多人是會很欣賞的 因為現在很多消費者 正所謂他要找一些良心企業 譬如他是不是都來學潛水 是不是都來買潛水裝備 那麼有時候我們真的未必 可能每一樣服務的東西 就是除了有些人是看價錢之外 那麼有些人是希望這個服務好 那麼還有希望你是對這個社會是有承擔的 那麼我才會光顧你 那麼如果你做到這樣 那麼其實我覺得 對我們的生意都有一些正面的影響 還有我們客人也都會很樂意去光顧我們 好 那多謝教練的分享 總括來說就是要營商 但是同時都要照顧這個社會 照顧這個環境 那麼照顧從哪裡開始 就是由自己可以控制到的範圍 開始再影響其他身邊的人 其他的持訓者 來一起參加 那麼就一直滾滾滾滾 就會越做越大 那麼多謝 做一次很多謝教練上來 謝謝你的邀請 謝謝 謝謝 謝謝